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联络家属交代资料或派人到中国了解释疑 综合角点和观察过去一周的事态发展 今日一众家属决定集体到湾仔警察总部保安 要求查明真相 就是希望香港政府和我找个儿子回来 和香港人最低的权利我都希望他有 就算张建宗所说的话和我们沟通到的 我们完全没有跟张建宗直接对话过 而且我们的儿子是不是真正正正在原条看守所 我都希望证实是知道是 就算最低的行动不可以探望的话 上片又或者他在里面给我们封信 我们都知道他真的是在那里 我就希望是这样的 既然政府都说现在大陆扣留他们是另一个司法区的地方 所以他们不方便做 我希望他们现在就可以在香港水域 这个属于他们司法管理区的地方 去作出调查 希望警署 希望海事署都可以将当日西贡 又或者香港海域有关他们船隻的资料 雷达的信息等等 希望都可以去到公布 希望去到尽他们在司法区管理区里面的能力去到调查